要不是那个禽兽杀的小琴 我家会搞成这样 妈的生日就是小琴的节目 放开我 放开我 是不是你杀死我妹的 是 是我杀的 真高耀红是目前最有心的目标 高一战主 不知道你现在有没有时间 很少人会像你这样 会主动上门协助我们警方调整 就算我今天不来 你们也会来找我 白天的黑夜不清晰 灵魂是空 天是泪滴 失去了刀痕心体 谁说越黑心越轻 有些脏痕 侵蝕着纯真的天地 黑白同时坐进心脏里 什么安宁 有些罪名 背负着雪白的目的 有多少人能够看得清 分得明 杀的同行 不过微晕 已经不再看得清 最后的结局决定 通通 最真的自嘰 这里这么拼屁 她爱这里干什么 她会不会是想毁尽灭积 你们看,他手上拿着的是什么 是挖掘的工具 车后箱还有一个大露带 里面该不会就是专闻奇的尸体吧 大家小心一点 他身上可能有武器了 行动吧 高梁红 警察 把手举起来 转过来 到一边去 小波,San 有位哥 怎么会是狗的尸体 警官,我可以说话了吧 什么回事,那撞文集呢 你们是以为我杀了转文集 要毁尸灭迹 就算你要处理狗的尸体 你这么做也是犯法的 它是我家里的狗 陪在我身边五年了,刚刚才离开 它每天都会陪我来这边跑步 所以我想在这里附近 找个地方亲手埋了它 那我每天跑步经过这里的时候 至少都可以请进它 怎么没听过情报客说过有狗的事 他们没查清楚的吗 我也不知道 那你刚才为什么一直要在附近绕 之后还要回家 我想先看看这里的环境 有什么地方适合埋葬 才把它带出来 如果你们要起诉我 非法侵占公共地方 和非法处理动物的尸体 那我无话可说 就不介意我们四处查看 接不介意我们四处查看 请随便 灵《大好像把秘密》 这一带有一只空间 门到下,好 这一家里,他有夸整 такое 户... 一年都会有夸整ー 附近 COLOS 你等一下只有自己的时候 帮兹走了 thank you 没有发现任何女性物品 一切正常 我反而觉得在一个正常男人的家 找到女人的东西 那才叫正常 真的不好意思 打扰你了 毕竟我是最有一个见过庄文琪的人 被你们查是应该的 对了 那天你送庄文琪到车站的路上 有没有发现什么不对劲的事吗 如果有的话 我一定会坦白 还有一件事想要请教你 你觉得庄文琪现在有没有可能已经遇害了 假设庄文琪的失踪并不是她的意愿 这就要看那个让她跟家人失联的人 究竟跟她是什么关系 不过在这当中又有千百个可能性 所以我想你们还是尽快找到她为妙 是不是每一个心理医生说话 都像你一样那么拗狗 谢谢你的坦白 其实犯罪心理学并不是我的专长 但是如果你们对罪犯的心理分析方面 有任何的疑问 我还是很愿意将我所知道的跟你做交流 如果有需要的话 我们还是会请你回警局协助调查 还有 这些东西我们必须拿回去检验 没问题 谢谢你 高医生 叫我Karen就可以了 我已经问过受益所了 对方很肯定是高医生本人 带那只狗过去的 欢迎报告有结果了吗 证实了在车上发现的血迹是狗血 还有 我也查到庄文奇失踪前的童话记录 没有发现任何可疑 前两天已经把庄文奇失踪的消息 发布出去了 偶尔是有收到一些热心公众的电话 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消息 甚至还有电话打来 是叫我们帮忙找女儿的 何止这样 打来讲猫猫狗狗的都有 如果这世界上真的有人间蒸发这回事 那庄文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给你选的话 你宁愿从此找不到她 还是宁愿收到一个坏消息 我不知道 那你呢 如果我是家属的话 不管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我都想要知道 我希望大家能够提起精神 现在庄文奇只能靠我们警方来帮她 如果连我们也放弃 她就真的是人间蒸发 是 长官 陈警官 报馆的长先生来报案 所收到的折封信 有位 有线索 有位哥 你在想什么 张先生 你是怎么收到这份邮件的 每天早上 报馆的办公司 都会负责检查楼下的邮箱 只会在根据收集人的姓名 派发给那些职员 那些没有住民收件人的邮件 是由我来收 当你发现邮件里的东西之后 你怎么做 我通知了我们的总编辑 他指示我 直接打电话报警 你确定没有其他人碰过这张照片吗 是的 那除了你和你的总编辑 还有谁知道这件事 除了我们的老总 还有我的助理 加上我 一共三个人 张先生 我希望你们的报馆 暂时不要报导这件事 因为事关我们警方的侦察机密 好的 谢谢你的配合 Sam 跟张先生回报馆一趟 看看什么线索 这张照片拿去见证课检验 好 张先生 这边请 为什么会这样 野狗不是一早就已经被抓到了吗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这案子的凶手 是在模仿前山众的方案说法 也就是Copy Ken 问题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会不会有另外一种可能性 我是说假设 假设如果前山众的案件 和现在所发生的案件 都是同一个人做的话 那真正的凶手 是不是另有其人 我请旁边 我求求你 一定要找到我的女儿 我不能让她这样死得不明不白 一定要把她讨回公道 我们会的 放心吧 先送状态 带出去 笔记专家鉴定过了 还不能确定邮件上野果的笔记 跟我年前是不是同一个人的手臂 当年的报导出来了 邮件的照片也曝光了 现在会有人模仿 一点都不出去 需不需要把这个案子转嫁给其他做 不需要 我可以淫妇 一伟 不要淫冲 我明白的 我答应家属的事 我一定会做到 大家都应该听到死者母亲要求我们什么 现在我们唯一可以做的 就是先找到尸体 再来就是凶手 从今天开始 一律不准休假 直到破案为止 是 长官 单从照片上的图纸来看 我怀疑石子庄文琪 目前所在的位置附近应该会有水源 还有没有其他发现 你们看 尸体旁边有个杯子 如果没有看错 应该是用来收胶汁的 那就是说 庄文琪的位置很有可能是在香蕉园 尤为哥 镇证壳那边已经掏取了指纹 照片上面除了张迅生的指纹之外 就没有其他发现 还有 邮件已经确实的是从某购物商查的 手机的箱寄出 可是当中寄出的人很多 根本就无从查起 好 那你去查一查 雪龙区座位有多少个香蕉园 再通知所有的园主 留意看看有什么发现 我怀疑尸体的所在位置就在香蕉园 如果没有发现的话 就把搜索范围扩大到整个半岛 是 长官 有为哥 有话就说吧 假设凶手和之前的连环凶杀案有关 如果我们重新研究前三宗案子 看看有什么共同点 会不会帮助我们更快锁定 死者的所在位置 前三名死者分别被人家弃尸在荒野 问题是 这三个地方都没有任何共同点 可以说 任何郊区都有可能是弃尸地点 你的意思是说 真正的凶手很有可能不是林海生 而现在这个才是 任何可能性都有 只有尽快找到尸体 我们才可以知道真相 在凶手中心里面 我没想到 什么情况 郑Sir 确定是失踪少女吗 但凭死者的年纪 再加上你们之前所给的身体状况 应该就是失踪少女 没错 死亡时间多久 初步断定 死亡时间大概是一星期之内 我要回去化验才能确定 也就是说 专文齐失踪不久就已经被杀害了 死者除了颈部有勒痕之外 手部和大腿也有轻微的破损 应该是挣扎的时候插上地面所导致 除此之外 死者身上并没有其他伤痕 所以我怀疑死者是被人用双手勒死的 你别走 你别走 从死者的施斑和现场环境来看 这里就是第一案发现场 没错 专文齐的妈妈已经来认识 死者的确是她的女儿 这一份试验室报告 就跟我们当初的推断一样 死者在失踪当天就已经遇害 还有没有说其他的 死者的确是被人家徒手勒死的 临死前有挣扎过 不过在死者的指甲里 并没有发现到其他人的皮肤组织 还有一点 在死者的身上 也没有发现到被人家性侵犯过的痕迹 这么说 凶手杀人的动机不是因为性 我有对比过这三宗女死者的验尸报告 基本上这四个女死者的死因都很接近 我始终认为 这宗案子和前三宗案子 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你是想暗示 这一次也是林海生做的吗 当然不是 怎么可能 小倩的意思是 这四宗命案都不是林海生做的 就算庄文奇这宗案子跟前三宗雷同 这也不能代表林海生不是凶手 你有没有想过 万一真正的野狗不是他呢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警方冤枉他 如果当初我们警方没有足够的证据 请问我们怎么将他入罪 我想到了 凶手其实是认识林海生 搞不好也是林海生的朋友 而他干案的动机就是想推翻我们警方的指控 什么意思 那个林海生最近不是在搞上述吗 如果要推翻判决 还有什么方法是比真正的野狗 再次现身方案更好 我不同意你的说法 这样子 这样子 做 就算现在有类似的案件再度发生 那也不代表林海生可以因此推翻判决 那为什么这一次的案子跟前几周那么相似 难道真的是Copy Cat做的 而且野狗干的细节 警方从来都没有公开过 凶手为什么会知道 还有一个疑点 不管是真正的野狗还是Copy Cat都好 为什么他要等到五年后才再度犯案 我想说的是 当初警方是因为有了确凿的证据 才逮捕林海生归案 总之这次的案子跟以前的案子是毫无关系 你们只要赚警察赚文旗的案子就可以了 好吗 是 长官 陈警官 找我有事吗 高医生 不知道你有没有时间 我有种案子 想要请教你 对于每个罪犯来说 每一种案件都是他们宣泄心中不满的行为游戏 所以他们干案的细节 手法和使用的凶器 都会不经意地透露出他们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陈警官 找我有事吗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 以凶手遗留在案发现场的细节 去推测凶手的性格 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还有他是怎么看待死者的 在犯罪心理上 我们称之为psychological profiling 也就是罪犯心理剖析 那你有没有发现什么 这四名女死者都是妙人少女 他们的生活背景完全没有交集 我先假设 他们跟凶手是不认识的 那凶手选择他们 毫无疑问就只有sex 不可能 厌尸报告并没有显示 这四名女死者曾经被侵犯过 你错了 凶手不一定是要性侵犯他们才这么做 他有可能是性无能 因为生理的缺陷 才透过这种扭曲的方式 来宣泄心中的不满 但从照片上来看 这四名女死者的体型娇小 而且她们都是二十岁以下 这些女生一般上都比较容易控制 除了是她们的体力差距之外 她们也不太懂得保护自己 我推测这个凶手 应该是一个体格强壮的男性 而且她也懂得如何去支配一个 比自己弱势的人 我相信凶手的职业 应该是经常都会处在一个主导的位置 前山中安子的凶手 林海生是个高中老师 很明显就是符合这一点 你看看这些照片有什么不同 是不是死者躺着的姿势不一样 没错 这就是凶手在处理尸体的时候 在她潜意识里所留下的行为 你看看 之前三名的女死者都是俯卧着的 也就是说 凶手在拍她们的时候不敢指示她们 这也证明了凶手对她们怀有愧疚感 你再看看专文旗这一张 她的尸体是仰卧着的 这也就是说 凶手对自己的所作所为 不觉得有罪恶感 你的意思是说 这一次的凶手是另有其人 问题是凶手为什么要这么做 会造成翻译的现象有很多的因素 有可能是凶手纯粹是为了要寻找刺激 又或者是她崇拜之前的凶手 所以才促使她 模仿一晚案件的干案手法 我能为你分析的暂时就只有这些了 接下来就得靠你们警方去调查 我刚刚收到了法庭的传票 检控那边传在我上庭 对了 这几天你没有跟她接联络 她出国了 你也知道的 法庭那边也有传召她 就是联络不上 如果有她在就好办很多 毕竟当年的案子她比我还要清楚 还有 我提醒你了 不准你去听手 为什么 我不想到时候被媒体大做文章 你明白吗 我光明正道 怕什么媒体报道 我就是太了解你 担心你闯破 你是伤师 我还能说什么 我不让你出庭是为你好 这个案子拖了这么多年 我很明白你的心情 站在我的立场 我也不需要法庭推翻原判了 万一结果不如我们所愿 我们也只好接受 懂吗 江长全警官 五年前的陈若勤命案 请问是不是由你展开调查呢 没错 可不可以跟我们简略地说一说 当时的情况 我们接到死者家属的通报 指死者在外出的时候失踪 就在死者失踪的第三天 有报管报警说 收到了死者的照片 我们根据照片上的线索 两天之后找到了死者 也就是陈若勤的尸体 那当时你怎么锁定本案的被告 林海生为嫌疑犯呢 我们是根据死者同学的供词 得知死者当时案例学校的老师 也就是被告 另外也有人目击被告 曾经和死者有过单独相处 我们到他家里搜查的时候 发现他藏有死者写给他的情书 那他是怎么解释的呢 他说是死者一厢情愿 他从来没有想过 和死者发展任何的关系 那他有没有提出任何的证据 来证明他所说的属实 没有 被告说案发当晚 他一个人在家 但是并没有人可以证明这一点 第二 如果被告说的是实话 那为什么他要隐瞒 受过死者的情书 第三 当时效应很多人执政 被告和死者有失情 结合以上几个论点 我们认为被告 极有可能为了隐瞒和死者的关系 所以动了杀机 谢谢你 法官大人 我暂时没其他问题 江警官 请问除了几封书信和几位学生的供词之外 有没有其他实际的证据 证明我的当事人和死者有不伦的关系 没有 请问你知不知道死者怀孕一世 我反对 经法医验证 在我的当事人被逮捕后不久 就已经证明 腹中的胎儿并非他所有 请问你记不记得这件事情 反对无效 真的必须回答问题 我记得 那如果我说 和死者有感情纠纷的不只是我当事人一人 你认不认同这个说法 我认同 那你为什么不进一步追查死者的私生活 而一味地锁定我的当事人就是凶手呢 根据我们手上的资料 我们警方绝对有理由怀疑被告 后来在案发现场找到燕地 我们发现上面占有 你根本就是对我的当事人有偏见 从一开始就认定她是凶手 而用你们所谓的环境证据去做出主观的推测 这样子对她来说是极度不公平的 如果我说 在不久前发生了少女命案 犯案的手法和本案如出一辙 那我是不是可以下定论说 我的当事人就不是凶手 凶手依然逍遥法外呢 我反对 目前警方还没证明这两件案子 有任何的实质关系 上诉律师不应该混为一谈 反对有效 好 我收回我的推论 但是我也请诸位法官大人谨慎地考虑 将警官的推论是否可行 据订阅 下定砖 订阅 进来 进来 有威哥 你没事吧 怎么还不走 我姐今晚不在 爸又要加班 接不接意陪我吃饭 听说这一档的咸鱼炒饭还蛮好吃的 你试试看 还有咖啡 谢谢 知不知道你姐最近有没有联络见书 我姐 她一整天都不在家 晚上还要应酬 从她回来到现在 我见到她的时间 加起来都不到二十四个小时了 小薰以前缠慢用我这个哥哥 常把家里当成酒店 回家的时间越来越少 她还叫我干脆搬来警局算了 她以前什么都跟我说的 她还说 只要我在 就没有解决不了的事 你说如果我不是单警察多好 那我就有更多的时间关心她 事情就不会发生了 如果你不是警察的话 这个世界肯定会更黑暗 还有那个被绑架的小女孩 也是因为你才可以活到晴天的 我真的不明白 为什么小薰有事情不告诉我 她明知道我一定会帮她的 每个人都有不为人知的那一面 也许她不想让你看到她那一面 又或者是不想让你担心呢 就算那个新手人不是林海生 这也不能证明她不是杀死小薰的凶手 万一真的不是她呢 除非你能够解释 为什么案发现场会有她出过的烟 不然我这一辈子都会认定是她 五年前陈诺勤的命案 请问你负责的职务是什么 我是金正科的化验师 当年我负责化验 跟这件案子有关的血液样本 毛发甚至是皮肤组织 当时你们发现了什么 我们在案发现场找到了半支香烟 经过检验过后 我们在绿嘴的部分 发现了与被告林海生 相吻合了DNA 你所说的是不是这个 是的 你说那时你们在现场找到了这半支香烟 那那时你有没有在现场 我并不在现场 是我的同事发现了 你是什么时候第一次接触到这支香烟 大概在发现尸体后的一个星期吧 当现场的收证人员收集了所有的证物 做了记录之后才送来我这边 也就是说你不能够肯定 这支香烟是真的从案发现场带过来的 而你的职责也只是要检验 送到你手上的证据而已 对不对 可以这么说 如果我说这支香烟极有可能 没有出现在案发现场 而是有人将它混进证据里 你认不认同 我反对 反对上述律师提出假设性问题 法官大人 我并不认为我提出的问题纯属假设 如果当时真的在搜证过程当中 出现漏洞的话 不排除会有有心人士借这个机会 制造不属于我当事人的假证据 反对无效 正在请继续回答问题 林太太 请问你和我的当事人林海生结婚多少年了 十三年 那就你的认知 请你形容一下你丈夫的为人 她的人脾气很好 为人真直又善良 也喜欢乐于做人 就算吃亏了也不会向别人计较 在我眼里 她是一个好丈夫 好父亲 是我冒昧问一句 在林先生上诉期间 你和你的孩子是否面对很大的压力 是 有没有曾经想过要终止和她的这一段婚姻关系 没有 为什么 因为我相信我丈夫的伟人 她不会是杀人凶手 作为妻子 我更不应该在这个时候离弃她 林太太 请问你知不知道你先生有抽烟的习惯 我知道 她的烟影大不大 她那个时候平均一天要抽一包 而且她只抽四喜牌的香烟 其他牌子她都不会抽 就你所说 她不抽其他牌子的香烟 是 那你记不记得在警方上门逮捕她那一天 她有没有把烟河带上 反对 问题与本案无关 法官大人 我很快就能够证明这个问题是本案的关键 反对无效 真的得你继续回答问题 她被警方带走的时候 根本来不及带任何的东西在身手 你忍受 别跑 不要 你放开我 不要 放开我 放开我 没有诚信 我没有杀人 有诚信 我 你是否百分百确定 是 她当时是抽什么牌子的烟 跟案子有什么关系 难道这样就能推翻 在案发现场找到的证据 那个律师的意思好像是说 在现场找到烟地 很可能是事后被人家放进证物袋 那她根本就把我们这些执法人 已经当成是笨蛋 是不是还联络不到监术 我已经打她手机好几天了 还是关机 我听说检控那里还在尝试联络她 但是一直找不到人 如果有她出庭作证 对这案子一定有帮助的 这我当然知道 你说监署她有没有可能 你到底想说什么 上述律师一直在质疑 当时警方办案有纰漏 假设她的推断没有错的话 林海生真的是被人栽赃嫁祸 那这个人会不会是监署 不可能 对不起 我也只是随便猜而已 请说一下你和死者承诺琴的关系 我是她的班主人 在学校你对她的印象如何 她成绩很好 对老师很有礼貌 所以我一直对她的印象都很好 那除了学校 你和死者在学校以外 也没有任何的接触或者交往 我们经常都会去同一家书店 在那里遇过很多次 而且每一次都会闲聊几句 比如买哪些参考书 她都会问我意见 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察觉到 死者对你有非一般的感觉 有一次放学回家 我的公司包里 我看到了一封信 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知道洛晴对我有好感 当时你是怎么回应 按照一般做法 我必须向学校通报 可是后来我没有那么做 为什么 因为我不想其他人知道这件事 所以我私底下约了洛晴出来 尝试跟她解释 也许以她这个年纪 对爱情的理解并不是那么成熟 分不清仰慕 还有喜欢一个人的区别 死者的反应怎么样 她很激动 一直认为自己很清醒 说喜欢我 她还说 不介意我有老婆 不管怎么样都要跟我在一起 后来我很坚决地告诉她 不应该对我们之间的关系 存有任何的妄想 自从那次以后 我们就很少接触了 也就是说有始至终 你和死者都没有发生过任何关系 没有 那你知道她怀孕了吗 我当时并不知道 就是说你并不是因为她和其他的男人怀孕 而发怒 进而将她杀害 绝对没有 那警察上门的时候 为什么你要逃跑 其实他们之前来找过我很多次 我也向他们解释很多遍 可是他们就是不相信我 因为案发当晚 我老婆带我儿子回娘家 没有一个人可以证明我一个人在家 所以他们就一口咬定洛晴是我杀死了 后来学校知道这件事 就把我暂时停止 叫上若晴的哥哥威胁我人身安全 逼我承认控罪 我不想再和他们合作 所以就想要逃跑 程警官 请告诉大家 你和死者程若晴是什么关系 她是我妹妹 那你和你妹妹的关系怎么样 我们的关系很好 你有多了解你妹妹呢 我平时工作很忙 经常不在家 所以我妹妹有事都会告诉我妈 也就是说 在你的妹妹遇害之前 你不知道她怀孕了 是 你没有参与侦办这起案子呢 依照警方的规章 死者家属是不可以参与办案 为什么呢 是为了要避免探员在侦查的过程中 会做出不理性和主观性的判断 那你透过什么样的方式了解案情 当时负责侦查的探员和监是我的拍档 所有关于案情的进展 我都是向她了解 根据我当事人的说法 她指控你和何探员用威胁恐吓的手段 来强迫她 承认杀害死者 有没有这样的事 绝对没有这样的事 就因为你对你妹妹不了解 所以心生内疚 想要替她讨回公道 所以不只是强迫我的当事人承认控罪 还和你的好朋友何探员栽赃嫁祸 陷害我的当事人 请你不要乱说话 我反对 反对上诉律师做出无理的推测 法官大人 我想要求在现场播放一段视频 看了视频过后 你们就会明白我的推论是合理的 是有根据的 陈警官 请你解释一下 我当事人手中的烟是从哪里来的 我怎么知道 与你和何探员之间的关系 难道他没有向你交代这件事吗 请大家看看 这是我们在现场所发现的烟地 而这就是我当事人在被逮捕之前 所抽过的烟 很明显 他和照片里面那一支是不相同的 法官大人 我相信大家依然记得 我当事人妻子所做的证供 他说我的当事人只抽这个品牌的香烟 对于其他牌子的香烟并不适应 就像我们在监控画面所看到的一样 那至于他手中的香烟是如何得来的 我相信大家刚刚已经看得非常清楚了 我记得我当时在现场收证的时候 我并没有印象有发现过任何的烟地 那收证人员在现场收集到了证据 是直接送到见证科的吗 是的 本案最关键的烟地 是什么时候出现在见证科的 我记得是之后的一个星期 是由盒建探员亲自送过来的 这是正常的程序 这也不能说不正常 因为盒探员也负责收证 他们调查的工作繁重 偶然在处理证物上有言误也属于正常 请大家看看这些照片 这些是搜证人员在案发现场所拍摄的证物照 请大家留意尸体藏着的地面 相信大家也看得非常清楚 在烟地下面土质的颜色 跟上面所看到的区别非常的大 另外一份是证物档案的清单 而那所谓的烟地 是在尸体被发现一个星期后才被记录在案 难道说盒探员是在一个星期后才发现证物的吗 也就是说 这指控我当事人最关键的证物 并没有出现在案发现场 而是在事后被人伪造的假证据 你老老实实地告诉我 这件事你是不是有份 不是吧 当初也是你不让我插手这件事的 你现在凭什么怀疑我 就凭你跟阿建的交情 现在一切只不过是推测 根本就没有真凭实据 照片被伪造就是实证 你知道这件事给我带来多大麻烦吗 外界在传什么 外界在质疑我们为了破案栽赃家伙 你说该怎么解决 现在最重要的先把监署找出来 说什么都没用 这家伙 你说他是不是可以避开我们 再给我一点时间 你还以为我有说话权 包括我在内 现在整组人员都被调查了 兄弟 五年前 警方因为我的当事人和受害者 承诺情的尸身关系有过接触 而且在发现尸体的现场找到的烟蒂 也被证实有我当事人的DNA 于是控方采用了环境证据去提控 而我的当事人也被裁决谋杀罪名成立 如今我方也已经证明 案发现场所发现的烟蒂 并不是向我当事人被指 在行凶时所遗留下来的 政务照也被证实是伪造的 我方也有理由怀疑警员和监栽赃嫁祸 就在我们揭发此案件过后 法庭也多次传造和监上庭做空 但是到目前为止 他的下落依然不明 谋杀罪是很严重的罪行 而他唯一的刑罚就是死刑 因此我的当事人在五年内不断争取上诉 理由只有一个 就因为他是无辜的 在疑点利益归于被告的大前提下 我认为法庭是时候 还我的当事人一个清白 所以我恳请法官大人 能够判我的当事人上诉得职 让他尽快重获自由 谢谢 公司不断质疑本案关键证据的可信度 但是有始至终 他的论点呢 纯属推测 缺乏实质有利的证据 但凭几个一厢情愿的巧合 又怎么能够推翻 原本就强而有利的证据呢 所以对方律师所提出的疑点 根本就不存在 总检察署是基于警方所提呈的证据 来对被告做出控诉 基于对方律师无法提呈任何突破性的证据 所以我方恳请法官大人维持原判 停 我们已经详细研究过双方律师所提呈的理据 正如空方所说 在现场找到被告的DNA 确实是可以判处被告有罪的最关键性证据 但是本席也非常认同上述律师所说 无可否认这个最关键性的证据确实存有疑点 在疑点利归于被告的前提下 我们三位一直采认被告林海生谋杀承诺情 罪名不成立 Cut 林先生 请问你现在有什么感受 请问你现在最想做的是什么 会不会为自己逃回公报 我相信此刻林先生最需要的是一个适当的空间 让他能够重新适应以后的生活 至于他以后会怎么做 等我和林先生详细研究过后再告诉大家 说真的 看到他们一家团聚 我还真替他们感到开心 你是不是还认为林海生是凶手 法官已经下了判决 我怎么看已经不重要 如果当初不是坚叔一开始认定林海生是凶手 可能现在结果就不一样了 你有认为是坚叔做的 现在就只剩下这个可能性 不是吗 先把它找出来再说吧 法官是不是判错了 怎么会这样 不是应该判他死刑的吗 他们后来查清楚了 证明小情人死不关他的事 所以他就无罪释放了 杜金判了他死刑 法官说过的话 怎么可以不算数 我们要相信法庭的判决 如果证实了这个人不是凶手 那我们就应该还他清白 你上次不是这么说的 你说他就是凶手 妈 都已经五年了 你才来跟我说做错的人 你知不知道我已经很累了 我快撑不下去了 总之我有信心我一定可以抓到真凶 你说我还能不能够等到这一天 当然可以 只要你好好地照顾自己 不让我担心你 那我才能够专心地去找凶手 我已经向航空公司确认了 证实坚叔在三个星期前上的期 目的地是马尼拉 根据他的计划 他会在下个星期才会回国 你看看这个 入境处已经证明了 阿天在上个星期就已经回国 他是买了另外一家航空公司的回程机票 而且我查过他的手机记录 通信公司很确定 这段几天他的手机是没有问题 还有 他的手机显示 这两天他忍在节目 还接过海外电话 那查不查到对方是什么人 对方用的是外国太空卡 不是我们的权限范围可以查到的 唯一可以肯定的是 他的确有事隐瞒着我们 说不定他最近是发生了什么事 联络不上我们了 我们还是先不要这么快下定论 那你去证明给我看 我猜今天书是不会在家的 为什么要这么说 如果那个潜逃的人是你 你现在还会回来吗 他为什么要潜逃 警方又没有说要通缉他 都跟你说他不在了 你又不信 走吧 等一下 等一下 为什么有个味道这么臭 是丝丑味 如果亲家又有兑和银子 如果你还不太厉害 良心 都嫉争熟 可能可以帮你放荣 好啊 其实我们现在已经不是 说可以 我就拥有什么 取我的房间 只有二号都印清 里面的现金还有证件都还在 还没有其他的发现 法医说尸体在这里已经超过了两天以上 从表面看来 跟一般的烧炭自杀没有什么分别 而且现场也没有打斗过得很紧 如果照法医的说法 那门外的玻璃交怎么解释 难道是尖书自己封上的吗 见证说很明显是被人家从门外封上 最不排除尖书是被人家下毒手 事后再把这里布置成自杀形成 也有另外一个可能性 或许尖书找人协助他自杀 如果是自杀 肯定会有什么遗书之类的吧 江S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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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定是自杀了 需要进一部的查证才会知道 但是我不相信尖书会这么做 印堂的印尸报告马上交给我 等一下 在无边沙漠中飞行 风沙来袭 坠落河堤 白天的黑夜不清晰 灵魂失控 天使泪滴 失去了刀痕心体 谁说越黑心越清晰 哦 有些张忆 侵蚀着纯真的坚定 黑白总十足惊喜 中文字幕参加